美国的医疗体制跟中国不一样 他是轻的病人 那你就待在家里了 中文病人插管 有些85岁以上就不要插了 因为现在在所有的美国人的一个 新冠的死亡的中位数值是多少呢 是83岁不到一点 但是美国整个国家的7万寿命 也是83岁不到一点 所以新冠现在死掉的人 不影响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寿命 并且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一个natural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事件 所以他说我如果现在经济崩溃的 我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要跳楼的 死掉的人更多了 他说现在我也没有增加 我整体的一个死亡率 每年流感死亡的率也要几万了 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生态 什么意思呢 每一个病毒 它的一个个性不一样的 那你要了解这个病毒的个性 然后让决策者做出决策 你说就像我们医生说几句话 叫我们医生们最好吗 把整个国家都疯疯掉 外面的人都不要进来 城市城市之间的不要通行 所有的人过来都要隔离 然后我们每天每个人都待在家里 stay at home 是吧 那就是你都这样的话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没有communication 没有沟通 就没有传染病 你知道吧 所以传染病的英文叫什么 叫communicable disease 就是有communication 就会有传染病 所以你现在没有communication 但是我们医生讲的这句话 对吗 no communication no disease 当然这是对的 但是有多少人要死 第一件事情 在座的各位 全部下岗 是吧 没有communication 哪里有什么economics 对不对 哪里有什么经济呢 你们全部下岗 你们下岗家里的人 开始造访 所以这是巨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就出来了 所以将来这个社会 如何与病毒共生共存 老陆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这个病毒现在短期内弄不掉 在这之前 我们社会将如何做决策 每个省市如何做决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 就是考量你的智慧的一个问题 这种智慧事实上超出了 我作为一个医生的一个范畴 但是我医生愿意把这事情 给你讲清楚了 我自己觉得 讲到这个风险 你如果还不懂 我都怀疑 你是不是管理学院的学生 我说 所以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叫我讲的再通俗一点 我实在做不到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张文宏这里说的不对 为什么说他说的不对呢 他说这个问题 是考虑人的智慧的问题 我看不像 我这个错而不准 试验农民工 我有啥智慧啊 我就觉得这个都不用考量 还考个皮啊 这是个考量我良心的问题 不是考虑一个智慧的问题 当然你要说这个 这个是考虑一个心智的问题 那可能就好像更贴切 因为智慧 似乎也有善良不善良的问题吧 评论 有人说他是公知 有人说他伪专家 有人说他是境外势力 结果折腾了两年以后 才明白人家讲的是真理 要评论 这是2020年9月的视频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这个就是说 总是说人家死亡了 美国死亡了多少人 但人家总说 这个叫伴随死亡 是吧 不是这个病毒致死率 天天在那里搞东搞西 是吧 另外那个数字来源 都不知道哪来的 不是说有两个学生 就在大学里发布 他美国发布数据 我们在那里呀 有些人就在那里 一个劲的 就掩用这些个数据 因为没文化 不讲科学的人 还是太多了 不对呀 这个说法 这个是缺心知的说法 你说我有没有文化 我这个初二不准试业农民工 你说我有文化吗 这个说法不对的是吧 一样也是缺头脑的 这个不是缺良心 说这些话的朋友 他不是缺良心 他缺头脑 缺知道 这不是一个 所谓的心知的问题 这是一个良心的问题 有人在这里 有他们的一些 个不可告人的想法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